雪葬囉 現場其實非常的歡樂 那我們就跟著他們 一起來玩雪葬 可以看到我們的小朋友 其實都是在路面上 用這個積水 把雪球做得非常的大顆 歡聲笑語就在太平山上 因為這裡就像童話故事一樣 一片雪白 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亦樂乎 五支六件服 一歲半小朋友穿五件衣服 在雪地上踏來踏去 最後一件毛怪的外套 正好派上用場 模樣超級萌 從空拍畫面來看 降雪已經慢慢覆蓋整個 太平山園區 還把兩千公尺的太平山 二十二號晚間開始下冰線 二十三號凌晨三點飄雪 積雪達到一公分 雖然因為一度路面結冰 延後到六點半才開放入園 必須加裝雪鏈 每一裝雪鏈的得徒步 沿一磚一線往上爬到園區 大約三十分鐘 而太平山也出動產雪車 推雪車已經推好了 然後有雪鏈的車 也會在它後面走 然後我們就跟著雪鏈的後面穿走 所以你們是沒有帶雪鏈下來 有帶 可是我們不會裝 園區在十點的時候 也請沒有裝雪鏈的民眾 先一同下山保障安全 而另一邊來到宜蘭明池山莊 設施零度左右 明止湖涌盡大片雲霧 行程冬季限定美景 冒幻宛若仙境 搭配高聳挺立的 若宇松群 宛若置身北歐雪國 山巒輪廓 隨時中午太陽出來 微微融化 民眾追雪 小心腳下注意保暖 TVBS新聞余品傑年用程 張家寶林韻文 宜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